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铁面担心卫武 过云 今天再现卫武 卫武 回藏身 旗下花剑来相助 天真贪婚 无数规拳发剑 包青天 旗下无依为武 传千古 乱兵称赞回武 下官已经把月牙所有人手派出去了 天天夜夜在院城巡查 就算没捉到兇手 都尽了全力了 下官绝对不会调以轻心 既无精伴方向 有无查案策略 岂能莫案 就算全部部份筋皮力尽 都只会徒劳无供 下官知错 下官无忍 起床吧 借包大人 此案由伴父接手正办 不过必须对外保密 原来怕出他所有人手 继续执行巡查任务 以防兇手察觉有意而消性逆直 是 不过大人 下官对外你又应该怎么说 就说本府只是例行考察完整就可以了 据犯童所报 雅七名被害的人妇 皆是在子夜前后 让人入屋行洪 也计划着投胎即将临盘 这个共同之处要多加注意 展昭卫在命案现场可有所获 这几宗案件都和拖儿持打有关 展昭认为 兇手在犯案之前 应该在每个目标的门尾上留下标记 他们日头留下记号 晚上犯案 不过这些都是非册的行为 倘若如此 岂不牵涉甚广 又如何所定而犯 大人放心 我已经请江湖朋友帮我打听 在这三个月之内 在终谋院出现的江湖印 都会全部查出来 我相信很快就有消息 好 龚孙先生在史习之中可有发言 大人 学生认为 兇手对城中妇女怀孕的情形 掌握得如此精确 想必是透过医馆、药铺 或者执抹而刺 学生已经着手向所有药铺打听 好 必要之时可以要怨牙配合到彻底调查 是 是 大人 你有没有听过 范瞳他请赏金猎人去七部兇手的事 他没有提及 展户为何要有此一问 有一个自称 是范瞳请来的赏金猎人在留意我 还曾经跟我交手 想逼我离开忠谋院 他担心我跟他争赏金猎 大人 请赏金猎人追捕通緝要犯 乃是为了围捕官府力量的不足 朝廷对于官府出原相并未禁止 本府知道 展户为是否认为这个赏金猎人 会防御我们的偵查凶案 此人武功不错 我怕他为了赏金 反而误了我们的大事 好 你以人命继续依照原定方向追查 本府自活设法 要这个赏金猎人离开忠谋 无论如何 都不让他影响到我们的查案 你们要找老夫 是 是… 鐵俊有事 想向孔老爺请示 说 听说 听说包大人来了中谋园 那这样又怎样 他… 他是针对孕府的名案而来的 谁说你也知道 好老爺 鐵俊担心也不是毫无道理 明明好地地包大人不留在开封府 你说他走来中谋园 不会毫无目的吧 你们实在几人幽天 老夫已经问过那个梵童 包大人来中谋园 只是例行巡策 而查案的还是鸢牙那群梵童 都已经过了三个月了 你们不是好地地吗 有什么好紧张 但是老爺 干什么 我的说话 你不信 不是… 鐵俊的意思是 担心失去药园 怕影响老爺配药 老夫比你们更加关心 你说个药不断得 否则就会全功尽废 老夫会和自己过不去吗 是…老爺说得对… 但是老爺 鐵俊 老夫金盘洗手退出江湖之前 你也不是为首为命的 为何你的胆变得越来越小 我是怕…怕断了若元的供应 老夫会怕人监视那个赏金猎人 你只要保证若元公正就行了 走吧 走… 老爺 真的要去对付那个赏金猎人 那人留在中毛的确是个麻烦 就这样吧 你多派几个人手去 要他知难而退 离开中毛园 他如果不听的话 那就杀了他 鸢牙之中 可有成终孕妇的记录 回报大人 按照互报规定 不用把任身中的拖儿 列入名策 所以… 老夫当然明白 但是在接连发生的孕妇名案之后 难道你都尚未将所有孕妇的户籍 完全掌握 下官的确没这么想过 下官立即派人去查 查清楚之后 插入成策 要依照互报的查核正常程序 不可引起騷动 是 本府再来问你 你可能为了追捕兇手公告完相 没有… 白胆 在本府面前还敢隐瞒 包大人请息怒 下官确没法公告完相 只是私下请了赏金猎人 协助追凶 本府若然不问 你还想隐瞒何事 下官不敢隐瞒 原想侵凶是朝廷所允许的 下官只是依法行事 希望尽快破案 本府并非不准你请赏金猎人 只是按本府自有征办方法 你立即把他辞去 是,下官回去立即照办 你既然未报过开封府何来赏金 难道你鸢牙流用的供款 竟然如此丰厚 不是… 那个赏金猎人要求的是五百两银 鸢牙实在无力承担 而赏银是城里面的孔大善人捐赠的 孔大善人 是呀,他叫孔如是半年前 刚到忠牟远安家落湖 相信过去是个富商 出手极为慷慨又乐于助人 所以城中的百姓都叫他孔大善人 他捐赠了五百两? 不是,他希望下官尽快破案 所以捐赠了二千两 如此说来,的确称是善人 你请的那位赏金猎人叫什么名字? 阿艾虎? 老虎,走过来 是,老虎 老虎,走啊 走啊他 一声走下官 跟着他 有酒 那是,老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不走? 我為甚麼要走? 因為我們不想讓你領賞金 原來你們是賞金 但我做這一行到現在 都沒聽說過賞金獵人會聯群結黨 你們這麼多人, 賞金夠分嗎? 少說廢話 不走就別怪我們了 那你們不妨思思 你不走 我沒有讓她 Ladies 走 走 你是甚麼人 為甚麼要多管閒事 你沒資格問我 你們以多欺少 完全不講江湖道歉 簡直就是敗力 我就是要管這件事 我們今天暫且放過他 別讓我再見到你了 走 走 有誰要放他們走 走 我救了你的命 你這樣謝謝我嗎 江湖傳聞小俠艾苦獨來獨和 但沒人說你的敵友不分 是非不明 你知道我是誰嗎 黑黑有名的賞金獵人 江湖上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 如果你也是賞金獵人 就不會出手救我 你究竟是誰 展昭 南俠展昭 甚麼 殺不了他 我不是叫你多拍人手嗎 拍了十幾二十個 而且個個都是高手 但艾虎武功不差 鬼話 如果不是他憑甚麼做賞金獵人 又憑甚麼闖出一個小俠的愛好 本來是有機會殺他的 但突然又走了一個 被艾虎武功更加高強的人插手此事 才放棄 這個艾虎向來獨來獨往 從來不需要別人幫忙 他是甚麼人 不知道 這樣也很麻煩 不要跟鐵俊說 免得他胡思亂想 這個暫時不要做 一切等我們處理好再說 是 你以為我做賞金獵人 真是為了要捉人領賞 那是為了甚麼 你不想說我不會勉強你 我從來都沒有告訴過任何一個人 我入了這一行的原因 但你卻不一樣 我願意讓你知道 我有甚麼不同 南俠展超合命遠貨 如今投身朝廷協助包大人辦案 人家或是有不同的看法 但我相信你這樣做是為了老百姓 你怎會知道我是為了老百姓 因為我做賞金獵人的目的 就是想借這個合法的名義 清除那些作惡多端 欺惡老百姓的高門敗樑 我相信你的理由跟我一樣 都是為了老百姓 你只有十六歲 就成為出名的賞金獵人 到底是甚麼理由 令你下定決心要剷除江湖敗樓 我是為了報仇 報甚麼仇 我不能說 只能說你知 只有生死不拒的通緝要犯 只是我所選擇的對象 難怪江湖傳言 你從來不留活口 對付那些萬惡不勝的江湖敗樓 這樣做我並沒有錯 對與錯很難分解 就看你怎麼想 我留在忠謀縣 真的會影響包大人辦安 本來的確是這樣的 但現在我有一個新的想法 等天一刻我帶你去見包大人 自古英雄出少年 你少少年紀 就有慰問除害之心 可算是難能可貴 大人 現在艾府不是為了想救 如果讓他留下 幫你七步兇手 應該是有利而無害的 你很希望他留下協助於你 有他幫忙 對於七步兇手 應該更有把握 大人有所顧忌 並非事出無因 今天那幫江湖人要殺你 很明顯知道你賞金獵人的身份 知道了又怎麼樣 他們都是為賞金而來的 不是 淵牙並未公告袁上緝空 外人從何得知 又怎麼為了賞金 逼你離開忠盟縣 大人說得沒錯 好, 艾府 那幫要殺來的江湖人 應該不是為了賞金 但如果不是為了賞金 他們為甚麼要逼我走呢 那幫要殺人 刷中命案偏及傳承 可見 兇手對於淫福的情況 尿如指掌 所以絕對不可能獨自犯案 那幫江湖人 極有可能是兇手的同黨合謀 甚麼 逼你離開 無非是因為 你如果留在忠謀縣 他們就無法繼續犯案 換言之, 你若然留在這裡 大人要破案 恐怕就難上加困了 如果真的這樣 那我也只好離開 大人 難道艾府除了離開 就必無他犯 辦法雖然有 不過必須完全遵照本府的安排 才行得通 只要可以讓我中兇手 我願意替包大人一起安排 我到處找你, 你在這裡幹甚麼 我還可以去哪裡 我已經打聽到了 那個賞金獵人叫艾府 出了名難對付 只要他還在這裡 我根本就不敢出門 恐怕你不出門也不行了 為甚麼 因為剩下的藥材只夠半個月用 但是半個月之後 全宗謀怨 就沒有一個孕婦 懷孕的月份合用 那我們怎麼辦 五天之內 還有幾個適合的 但是你再不下手就太遲了 恐怕一定要冒這個險 走 走 老爺 老爺, 艾府出城了 他出城了甚麼 探子回報 他從官到往不眠走 難道他真的放棄了? 應該不會錯 我們雖然是殺不了他 但是他一定覺得留在這裡不值得 老爺 這次你的眼中釘總算拔走了 我去跟鐵俊說, 叫他放心 不要 先查清楚再說 必須過認 艾府真的離開忠謀, 不再回來 是, 屬下馬上去縣衙 設法, 從飯童打停 慢著 你現在就去問飯童 豈不是會令他喜而心嗎 慢慢來 找個適當的時機, 再問也不遲 大人 大人, 學生在每間藥店茶房 無意間發現了一件事 與命案有重大關係 立即趕回來向大人稟報 我?公書之間發現了甚麼 中謀縣百姓貧富差距頗大 部分懷孕婦女家中貧窮 無力購買藥材寶品 需要園中有個慈善大戶 向藥店大量購買藥材 免費贈送 善人贈藥本是常見之事 公孫先生可以認為與命案有關嗎 大人, 學生認為絕對有關 因為私藥的範圍不但遍及傳承 而且只限投胎 每間藥店為了生意主動查房 賣人婦女 並記下姓名住處 由大戶親自派人登門贈藥 那個慈善大戶是甚麼人 是一個叫孔如的大善人 是他? 甚麼事?大人認識此人? 不認識 不過, 孔說他以此我難決關係 糟了, 本府必須立即見犯同 包大人, 校官以遵照你的指示 請艾府離開忠謀院 他不會再妨礙大人追查兇手了 他會如此聽話 你不讓他賺賞金就要他走 難道他毫無怨言? 下官 環童 你無需在本府面前邀功 他若因為你隱瞞了實情 導致本府對案情誤判 幽怪本府要前醉並塵 加重你的懲罰 包大人 你還不招實說? 是… 昨天下官叫彭埔頭請他離開忠謀院 的確被他斷言拒絕 下官證受他如何品譜大人 但誰知道今天一大早 他就趕來縣崖這裡 說決定離開 他有沒有說過 究竟為甚麼突然改變主意 下官真的不知道 下官說的都是真話 請包大人明察 是 只要你實話實說 本府也豈會怪責於你 如今你可以把賞金還給孔大善人 艾夫既然已經離開 留下賞金有何用 難道你不擔心 你對他誤會你有私吞之意 是呀 那下官立即還給他 你只要跟孔如說 艾夫不知恩何緣故突然決定 不再追兇領賞即可 其他的事不必多過 是…下官絕對不會多罰 甚麼 那賞金領人他走了 是呀 本院問他為何不再追兇領賞 但他不回答我 所以本院也只好 把大善人捐贈的銀票 圓壁歸召 還請劉總管怎麼收 不用… 還是留在范大人如牙用 那… 范大人 何不再公告原賞 老虎相信 一定還會有其他賞金獵人 願意出來追兇領賞 這些銀票到時候還會用得著 實不相瞞 本院一直想憑怨牙之力 緝空破案 所以既沒有公告原賞 也沒有報告開封府 但如今 包大人在鍾謀院視察原務 本院實在是不想驚動到包大人 所以… 老夫明白… 那就由范大人自己做主 對了, 如果真的用不上 就當是受害家屬的苦慰金 無論如何 老夫也很想盡一番心意 范大人就切勿再作推遲 既然如此, 客觀暫且收下 將來無論任何用途 都會對大善人做個交代 好… 你的回答算得上是機敏 孔如也確實有心 不愧有大善人之情 對了, 包大人 那些銀票… 暫且由你保管 該如何處理日後再說 你回去吧 是, 下官告退 是 大人, 孔如他似乎成虎甚深 行好飯和應付得當 否則, 必定會被他看出破綻 公孫先生 目前相未能認定 命案是出自孔如所為 難道大人還不把他視為疑犯 公元可以把他視為疑犯 但不能排除是他身旁之人的所謂 又或是有人借孔虎私藥之便 曾經打探相關的消息 在未有具體實證之前 不如妄顏定義 是, 學生明白 你在藥舖打探人父的消息 真能如何 全城十五間藥舖都去過 粗糧已經知道 人父的姓名和住處 但難免仍有疏漏 本府要飯和逐一訪查 人父的消息想必已經有所收穫 你立即前去比對 無必要掌握全城孕婦的情況 是, 學生立即去吧 你的耳力不錯 是在深山練出來的 我至少就靠打烈為心 如果耳力不好 不止捉不到獵物 反而會成為他們的食物 好 但你怎麼也想不到 仔細練習的一身功夫 令你成為一名賞金獵人 一般人二十障礙我就會發現 你不愧是藍陷 你肯定擺脫了他們 他們會相信我已經離開了足矛 如果他們真的這麼想 那包大人的計劃成功了一半 好 大人, 艾虎竟然暗中回到城 應該可以瞞過他們 好 城中孕婦的情況如何 目前懷胎超過七個月的孕婦 共有二十六人 其中懷頭胎的只有三個 城東一戶, 城西兩戶 展護衛和艾虎只有兩個人 又如何兼顧三戶? 大人, 江湖的飛賊除了輕功之外 武功不會太高 由張龍照府暗中保護其中一戶 應該沒問題 今天請展護衛立即安排 是 大人, 此守諸待兔之賊 是否太過秘道呢 本府必須先確保人父安全無緣 然後便必須和那個兇手鬥一道心計 好 包大人 這份 好像是完成老百姓的性命和住址 沒錯 這二十六戶 也有華人超過七個月的孕婦 大人是打算… 本府要來拍出月牙人手分批輪班 定是前往每一會巡查 以防兇手再到犯案行兇 大人是說 那個兇手會去這二十六戶? 幹甚麼? 犯大人認為不會? 不是…下官也認為 的確要特別注意這幾戶 但是下官又擔心影響包大人追查兇手 也要保護人父的安全 你照辦就行了 是, 下官, 馬上派他們出去 你們按照本部頭的分派去巡查 不得有誤 誰敢偷懶的, 替我領著來 好, 出發 是 走 軟牙的人到處巡查 有甚麼很大驚小怪? 這三個月來都是一直這樣巡查 但是他們現在針對保護 為人超過七個月的孕婦住處 而且每隔一個時辰 就會巡查一次 那又怎麼樣?他們起了甚麼作用 你認為那些飯童能擋住你嗎? 雖然他們沒甚麼用, 但是… 這樣就行了 飯童他的能量, 老婆非常清楚 走吧 老爺, 但… 老爺, 我們只是聽到消息 來報告一聲 沒事… 走吧… 真是江湖越老, 膽子越小 難道真的要等所有的威脅都沒有了 他才會放心 鐵俊, 鐵俊 你為甚麼事不讓我說下去 你還說甚麼? 激怒了他, 對我們一點好處都沒有 真是後悔答應幫他做這種事 你當初答應的時候 難道不知道要來蓉兒想走難嗎? 不做就做了, 認命吧 如果你覺得不放心的話 再觀察兩天 總之期限之前 你一定要動手 你真的不用找一個更好的地方休息 以你的武功 就算潛入疫館也不會有人發現 不行, 不能心存僥幸 萬一被人發現 就會壞了包大人的大事 沒錯, 你夠謹慎 不愧是個賞金獵人 不過太為不利了 這樣不算是嗎? 更差的環境我都遇過 不過我就不明白 究竟為甚麼會有越洋的人 突然走來我負責那家去巡查 他們都去了你的島 幹甚麼?都有人去你的島? 好 原來是大人刻意安排 我還擔心這個舉動 會令兇手卻步不前 展戶偉日間走來疫館 不怕被人發現嗎? 公孫先生 如果你武功和我一樣 就不會有人發現 展戶偉, 你開玩笑 大人, 展戶偉既然來了 我陪本夫辦少許事 去哪兒? 去找孔如 找孔如? 大人, 如果孔如真是涉案 你帶我去反而不妥 何以見得? 那群曾經遺報艾虎的江湖人 已經見過我 如果他們就是孔如的手下 一定會認得我 展戶偉怎麼知道 這不是本夫要你去的目的呢? 好, 你看 都怪我 我只看見過了孔大人 孔大善人勉勵, 請坐 孔大人 你朝廷眾臣, 衛高權眾 孔大善人, 豈敢坐在一起 孔大善人此言差異 這裡是你的府邸 本府係下 豈有圈奔奪主之力 再者 本府這次前例 是向孔大善人致謝 又怎能如此失禮 還是扯下再說 既然如此 草民恭敬不如從命 包大人說是來向草民致謝 不知所指為何 孔大善人慷慨解囊 捐贈緝兇賞金 如今又加贈善款 作為撫慰受害家屬之慾 如此善心義行 本府理當 代忠謀百姓得門致謝 包大人查知兇案之事 重施本縣 本縣才將孔大善人的義舉 稟布包大人 范大人 你真的不應該這樣做 區區小事何必驚動 包大人親自前例 實在不應該 孔大善人唯善不欲人知 本府衷心佩服 草民不禁 如今兇手尚未禽獲 包大人何不重金懸賞 早日破外 少人願意承擔 全部的賞金 孔大善人的好意 本府心靈 如今只能由本府親自查辦 憑官府之力 一定會將兇手禽獲 再者 由展戶衛除本府前例 何受兇手不束手就禽獲 原來這位是展大俠 請恕草民失敬 聽范大人說 孔大善人是為因實相忍 想不到對在下也有聽聞 南俠展昭合名遠步 草民雖然是生意人 但已經久仰大名 有展大俠親自出面 兇手復化是指日可待 定當盡力而為 本府今天專程來向孔大善人致謝 不便打擾告辭 草民恭送包大人 展大俠請 包大人為何找照片來 會不會已經被他查出了 不用怕 不用怕 他們如果真的查出 沒可能只有幾個人來 更沒可能和孔如在大廳 談了半天了 不, 我看事不是這麼簡單 不行, 我不會留在這兒 哲俊…你不能走的 如果你走了, 誰會娶我? 誰會嫌命長, 誰會去 我不想和你們一起死 我看是你嫌命長才對 不, 你想去哪兒 不, 你不能讓我在這兒等死 展昭和包大人一齊來了 我先前做過的事 都犯了江湖大忌 落在展昭手上 他是不會饒我一命的 你若然這麼離開 老夫現在就殺了你 反正都是一死 現在就動手殺了我 你… 老爺… 老爺, 金子敗人 剛才他逼艾虎離開的人說 出手救艾虎的就是展昭華 就是說他早就查這件案子 是, 他救了艾虎 今天又陪包大人親自前來 難道他們已經懷疑老爺? 老爺 你們大可以放心 包大人是不可能懷疑老夫 更不可能知道 鐵盡就在我府中 老爺, 早就帶著大隊人馬來捉人 又何必和老夫說這麼多不必要的書 你們都不要胡思亂想了 老夫說沒事就沒事 過多一段時間你們就會明白 不過這段時間, 鐵盡最好就不要出門 等風聲不過了, 再算吧 不是… 那…反而不… 派人去監視 包大人的一舉一動 隨時向我報告 是 稍後問書 你不要辜負孔大善人的好意 把他的捐贈評分給受害家屬 每戶三百兩 是 不過每戶三百兩, 還欠一百兩 軟牙先電資 事後再向開封府申領 發放完筆之後 又軟牙發出修條憑證 送給孔如 亦可令安慎 是… 啟稟大人 這封是京城送來的緊急文書 糟了, 朝廷發生重大事故 皇上急著本府回敬 包大人, 朝廷發生什麼大事? 番頭, 你要本府向你稟布事故內容? 不…下官萬萬不敢 下官只是擔心包大人要回京 那出兇… 事由輕重緩急 本府必須立即回京 最擔心兇手之事 就是由你繼續征辦 下官征辦? 繼續對孕婦住處 進行巡查確保他們的安全 本府拔完京城之事 就會再反中謀 這段期間 此案就是由你全權負責 我…我…我真的… 做…做不到的